中国大陆连锁火锅品牌海底捞 日前才震撼的宣布 说年底前要关闭300家门市 而现在竟然就连副牌的经营也受挫了 旗下8个素食品牌 已经有一半都出现门市陆续全面歇业的窘境 不过我们台湾人更关心的是 台湾门市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截至目前为止 业者还没回应 经典番茄汤底搭配从华肉末 冬天来玩热汤好满足 中国大陆食品集团海底捞进军台湾 迈入第七个年头 到第四川口味深受不少民众喜爱 但现在却传出坏消息 中国连锁火锅品牌在日前才宣布 在年底前要关掉300家门市 现在又惊爆旗下副品牌 有四个副品牌包含面食馆 以及日式料理店全面歇业 海底捞在郑州的素食品牌 悄悄的粉号称最高CP值土豆粉 也就是台湾人称的麻铃薯粉条 每晚售价约新台币38元 同样开在郑州的百夫斯房面 也打出评价牌一碗汤30元 但还是撑不住关闭门市 就连陶客最爱的牛肉面也走入历史 尝尝我最期待的牛肉面 这个牛肉也太大坨了吧 一碗30台币的捞派油面 而在近日关闭成都的三间门市 而日式料理店大蒙田也已经熄灯 海底捞副品牌餐饮门市只剩下13间 集团迎来最大关店潮 就担心接下来台湾门市也会受到影响 希望他不要关这边 是不是就是他的是有服务 对啊 因为我觉得像大人喜欢吃火锅 可是小孩如果没法配合 但大人就没法好好吃 可是他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小孩有人顾的地方玩 大人就可以放心地做的 东西也是很好吃 如果大家连锁店没有的话 也挺可惜的 因为要重新找比较知名的麻辣锅 中国大陆海底捞的关店潮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门市营运 业者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民众只盼好味道别消失 董森材营新闻 科广运营杰特的报道 说到火锅这么冷的冬天 就是要吃锅 而高雄市府也举办了 大港吃锅比赛 要选出港都最好吃的火锅 现在已经进到决赛了 由四名的评审 实际到店里面去品尝 然后评分 这些评审会先来品尝一下汤底 再来看看食材的新鲜度 我们带您独家去看 两斤满满的蛤蜊 在大锅中煮 评审一坐下目不转睛 顺了一下海鲜 品尝味道 高雄市府举办大港吃锅 要选出高雄锅王 这四位评审已经吃了22家 这是今天吃的第三家 四个人一进来 对桌上满满锅料 汤底很挑剔 针对要评比的汤头 听店家仔细介绍 那边是花椒跟甜花椒 麻奶锅用的主要中药 辣椒全端出 蛤蜊锅 种的是海鲜本身新甜味 还有这个花雕鸡锅 老姜爆香 加入腌好的花雕鸡腿肉 香气一出 放入中药加花雕汤 他评选的东西来去试 对那每一样会试一点点 那不会全部吃完 就是重点吃到 然后确定我的味道是尝到的 同样的麻辣锅 它的主虫的味道 有没有出来 高雄大港吃锅绝阵 四名评审 有台中米其林餐盘 粤菜创办人 美食部落客 高雄餐旅大学 中餐厨厨艺副教授 还有专业美食记者 四人每吃一口 请做笔记 来到第二家 相较于前一家走浮夸路线 这一家平时许多 而且是个人锅 比赛的有麻辣锅 养生锅跟蒜头鸡 不过才坐下没多久 四名评审切切私语 要每个食材都尝味道 一片肉分四人份 评审说环境卫生 餐点食材 酱料和有没有高雄 在地食材 都是评分重点 只是店家都已经知道 评审要来食材上 特别用心 多少也会和平时 顾客光顾有差异 真的能评出港督郭王吗 评审说 即便不是以秘密客方式现身 也会尽全力 公平评出第一名 农森新闻林智亚的 在高雄报答 蔚来的汽车长什么样子呢 现在各大业者都在出招 比的是科技 像是中国大陆电动车品牌 蔚来汽车 推出车坛首创的AR眼镜 让车主们开车 不用再看仪表板 另外像是三菱 他们也预告 明年1月的东京改装车展 要推出两款能自动停车 还有自动驾驶的 全新电动车 强眼的黄色涂装 动感流线外形 特别吸睛 这是大陆电动车公司 蔚来汽车 推出的新款电动车 ET5 但更厉害的是 这台首创车坛 号称不需要安装 任何车用荧幕和仪表板 原来靠AR眼镜 就可以在四距六公尺的地方 投射出201寸的荧幕 让车主在开车的时候 不用再紧盯仪表板 不过眼镜得要另外自己买 而且售价也还没曝光 电动车市场竞争 白热化 各家车厂都要推陈出新 Mitsubishi has published a teaser of a mysterious Reliart concept car that will premiere at the Tokyo Auto Salon 2022 on January 14 独特的赤铜金色 散发浓浓的和风感 车的外形则是小巧方正 还配备自动驾驶功能 到达目的地 还会帮车主停车 30号尼桑联手 新车就是以这台 iMK概念车打造而成 同场还有这台运动感的外形 还装有后扩散器 三菱家发表 越野拉力概念车 也代表消失11年的 神车RaliLots系列宣告复活 要和丰田来照进 新车预告大突破 以后车子可以侦测乘客 要不要上厕所 主要就是透过脸部侦测 以其坐影下的超音波 肌肉感应装置来辨识 让驾驶提前指导 并前往休息站 看来任何天马行空 随着科技进步 未来都将逐一实现 在你我生活 东森谈新闻 刘子腾林浩宇 综合报道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